得白血病的老年人逐渐增多 提醒中老人 二是要避免远离白血病 李大爷是一位64岁的农民 数十年如一日的 为自己的一亩三分的而奔波 过去他的身体 一直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然而 最近他开始频繁感到疲倦 食欲不振 并出现了反复的发热 每次去诊所治疗后不久 又会发生感染出现发热症状 于是他决定去医院仔细检查一下 医生听到李大爷的主诉后 为他开具了血液检查 他的血常规结果显示 白细胞技术异常增高 白细胞技术20x109L 结合之前反复感染的症状 医生怀疑他可能患上了白血病 于是为他进行了骨髓穿刺和活检 结果显示骨髓中 淋巴母细胞数量明显增加 李大爷被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诊断 李大爷感到非常震惊和无助 他很疑惑怎么会患上这种病呢 经过进一步询问医生得知 李大爷家里一年前重新装修了一番 但是他舍不下家里种的地 不愿意到城里孩子家中居住 于是刚装修完他就住了进去 一直住到现在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事已至此李大爷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好在他的家人都在支持鼓励他 让他有了勇气面对接下来一系列的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诊治 李大爷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这使他也越来越有信心对抗病魔了 白血病这个医学名词并不陌生 它是一种常见的且致命的恶性肿瘤 是骨髓中白细胞异常增值的结果 这些异常细胞以极快的速度繁殖和扩散 取代了正常的造血细胞 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 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白血病给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 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不确定性 以及对生命的恐惧和未来的担忧 无疑是审重的负担 因此与其等待发生之后再去后悔莫及 我们不如自主地去了解哪些行为 易导致白血病 从而避免这些行为 预防该恶性疾病的发生 一远离白血病需要避免的二件事情 一甲醛 甲醛与DNA结合易导致DNA损伤和突变 这种改变会干扰正常的细胞生长和分裂过程 从而促使白血病的发生 此外 甲醛还可能对造血干细胞和骨髓造成损害 抑制造血功能增加白血病的风险 免疫系统也可能受到甲醛的抑制作用 导致免疫功能下降 降低机体对病毒的控制能力 甲醛是一种常见的有害物质 广泛存在于装修材料中 这些材料包括地板、家具、涂料、棉核剂等 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甲醛环境 会增加患白血病的风险 因此 在装修和家居环境中 我们最好选择无甲醛或低甲醛释放的材料 或者装修好后通风五到六个月再入住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最好通风一年以上 此外 入住后定期通风或室内滤植 都可以帮助减少室内甲醛含量 提高空气质量 二 免疫力下降 免疫系统在抵御病原体和异常细胞方面 起助关键作用 当免疫系统受到抑制或功能下降时 机体对异常细胞的监测和清除能力减弱 可能引起白血病细胞的异常增殖和蔓延 最终导致白血病的发生 随助年岁的增长 中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逐渐下降 易受感染和疾病的侵袭 其中就包括免疫系统疾病白血病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 保持免疫系统的健康和功能正常非常重要 通过规律的生活作息 健康的饮食习惯充足的休息 避免感染等方法 可以提高免疫力 降低罹患白血病的风险 白血病作为一种危害性极高的血液疾病 了解该疾病的高发人群 对于预防和控制这一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遗传因素 某些危险职业 以及曾经患有其他血液疾病 这三类人群都与白血病的发病有关 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这些高发人群的特点 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 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二 白血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易遗传因素 这可能是由于家族中存在某种遗传突变 遗传突变可以是一种单基因突变 或多基因的复杂遗传变异 这种突变可能会影响造血干细胞的生长 分化 凋亡和自我更新等关键生物学过程 导致造血干细胞的异常增殖和分化 最终导致白血病的发生 一 当这些突变遗传给下一代时 他们的造血干细胞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增加了患白血病的风险 此外 家族遗传时还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在相似的环境中 例如共同居住区域或共同的生活习惯 这些环境因素也可能对白血病的发病 起到一定的影响 例如家族成员可能共同受到某种致癌物质的暴露 或者共同面临某种有害环境的影响 从而增加了白血病的风险 二 从事某些危险职业 一些职业如医疗工作者 化工厂工人和实验室技术员等 他们经常接触到化学药剂 溶剂 重金属和农药等致癌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可以通过吸入 皮肤接触或食物摄入进入人体 对造血干细胞产生毒性作用 导致细胞基因突变和异常增殖 最终引发白血病的发生 此外 一些采矿和农业工作者 也可能面临白血病的风险 矿石中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质 例如油和放射性动 而农药和化肥中的化学物质 也可能对造血系统产生有害影响二 对于这些高风险职业人群 应该加强职业健康监测和防护措施 减少对有害物质的接触 以避免患上白血病和其他相关疾病 三 其他血液疾病患者 一些血液疾病本身就存在 与白血病发病相关的遗传因素 某些遗传性血液疾病 如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和某些免疫缺陷病 可能使造血干细胞发生异常 导致细胞增殖和分化失控 进而更容易发展为 急性水系白血病AML 其次 使用某些免疫抑制剂和抗癌药物 如器官移植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 也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受损 从而增加患白血病的风险 综上所述 白血病的高发人群主要包括遗传因素 某些危险职业 以及曾经患有其他血液疾病的人群 对于这些高发人群 大家应该提高个人防护意识 减少患病风险 该疾病作为一种严重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它的出现意味住人体的免疫系统和造血系统 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侵害 因此 及早发现和接受治疗就变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白血病的主要表现 以帮助我们可以及时地发现疾病 使育后变得更好 三 白血病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贫血症状 由于骨髓中异常白血细胞的过度增值 正常红细胞的生成受到抑制 从而导致贫血症状 患者可能会出现疲倦 乏力 气短 头晕 心悸等症状 甚至在稍微活动后就感到极度疲劳 一出血和淤斑 异常白血细胞的增值 导致正常血小板数量减少或功能受损 从而使患者容易出现出血不止或淤斑 他们经常出现流鼻血 牙龈出血 不明原因的皮下淤斑 严重者会导致内部出血 如胃肠道出血 脑出血等 这都是会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免疫系统受损 该疾病会对免疫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使患者易受感染 由于异常白血细胞的积累 正常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受到抑制 使身体无法有效对抗病原体 因此白血病患者经常出现反复感染的情况 如发热 咳嗽 喉咙痛 皮肤感染等 淋巴结肿大 淋巴结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白血病细胞常常繁殖和聚集的地方 因此 患者可能会觉察到颈部 液窝 腹骨沟等淋巴结肿大和触痛 这些肿大淋巴结可能是疼痛或无痛的 也可能是单个或多个的 全身不适和骨痛 白血病患者可能出现全身不适感 如乏力 食欲减退 体重下降等 此外 它们还可能出现骨痛和关节痛的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与白血病细胞的浸润和代谢紊乱有关 白血病的症状远不止以上所提到的五种 其表现还可能因白血病的类型 进展程度和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因此 在出现上述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检查 早期诊断和治疗 对于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至关重要 李大爷在住进新家时 并未意识到甲醛等有害物质对身体带来的伤害 最终导致了白血病这一严重的疾病 李大爷已经无路可选 只能坚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但是对于广大健康人群来说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可以通过远离甲醛和提高免疫力 来避免该恶性疾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 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运动习惯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非常重要 通过这些努力 中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远离白血病的威胁 享受健康和幸福的晚年生活